那你有其他寶貝嗎 什麼寶貝啦 有沒有新的對象 阿寶貝 我今天不就是帶我的寶貝來了嗎 也沒有釋懷什麼 就是我覺得會比較 因為以前會想的比較多嘛 我覺得什麼事情你都想要爭 你想要爭贏啊 然後就是蠻多的 可是在這一張的時候 我覺得去玩巔峰對決 我大概知道就是我自己想要的是什麼 我覺得反倒是 想要的是我的音樂就可以讓大家聽到 可是巔峰對決就是你想到的是 想要的是什麼 那個是什麼東西 就是說勝負不重要 應該講說去巔峰對決之前 我就是指向贏 對 我這個人就是一個勝負與遠強的人 對可是自從去了那個節目 我覺得看到大家的表現的時候 就是每一個人都有各自的風格 都有自己的風格 然後我反倒是一直在想說 那大家都有各自的風格 好像都沒有在想輸贏這件事情的時候 我就反思嘛 我想說好像應該是要把音樂做好 最大的差別就是你沒有隊友 然後有沒有不適應的地方 幾度不適應 講話就很不適應啦 那一個人要接全部 我覺得也不是因為我覺得三個人的時候 我會比較放鬆一點 反正其他兩個都會幫我講 我覺得在旁邊放空做自己的事情 對可是到一個人的時候 我覺得從相關的EP到現在 我覺得開始去一個人面對很多事情 然後比如說面對你們的時候 我就會在想 那我今天要來跟你們聊什麼 我覺得這些事情我都有去跟其他兩位 請教一下 那你今天預設你想要跟我們聊什麼 那我分享什麼 你想跟我分享 我想要跟你們分享 就是我準備要就是開歌唱啦 哦哈哈哈哈 對啊不是嗎 對啊我發新專輯啊 對啊 那你有其他寶貝嗎 什麼寶貝啊 有沒有新的對象 阿寶貝 我今天 欸 我今天不就是帶我的寶貝來了嗎 欸這個很寶貝 什麼寶貝 我的寶貝啊 是我的寶貝 對啊 我們想要看真人的寶貝 沒有我沒有真人寶貝 你那個是保存多久 那保存多久 那是小時候 從以前到現在的 沒有這個 這個手套是那個 現在在台綱那個王毅正送我的 哦是喔 對 他送我的 你覺得他很好喔 欸就是打球認識的 因為我想要讓我的音樂就是可以去 各個地方 對 那你去外面別人你有遇到厭遇嗎 什麼東西啊 來來來 紅包來來 演出完其實就馬上又要再去下一個地方 對啊 你也沒空啊 所以視訊也沒有那種很激烈的粉 說我想要嫁給你啊 對啊 娶我 反應有一些色情少之類的 就是你嗎 我跟你講 我跟你講我不會遇到這種事情 對 還是有那種遇到兄弟叫囂的 兄弟叫囂喔 你以為你很帥嗎 你現在賺很多什麼 不會不會 我都是遇到那種 男粉的時候說春哥 我想變得跟你一樣 哦 是這種 但我想說變得跟我一樣是什麼 對 沒有我都看 看 就是看一下 說春哥你寫的歌 好江湖 好喜歡 哦 就大家 就是對我的 對對對我的印象 好像都是這個樣子 然後說 春哥我以後想交跟你一樣的男朋友 哦 對這一種 哦 所以你是受眾是同志 欸有可能 不是啊 那個是女生 最後一個是女生 這個樣子 那個無菁 沒有 說是來自軍 那 niche 那天 感谢观看